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這次的影片是有關於PiB的 有在挖的朋友,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下你的推薦嗎? 如果你不知道PiB是什麼的,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去看看關於PiB的介紹 好,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吧 在5月29日,PiB的挖礦人數正式突破1800萬人 鼓掌 那PiB的挖礦團隊負責人尼古拉斯在他們的官方聊天室也宣布了近期的動向 說他們在最近六七五會有一連串的動作 那這邊我們就整列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資訊給各位知道 第一個,是他們最近在加緊生態應用程序的開發 那根據他們的發言來看,應該在這兩個月內就會出現了 到時候你就可以將PiB作為貨幣,在上面進行消費還有交易 等到那個時候,PiB就開始有它的基礎價值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第二個,是關於錢包的更新還有節點的優化 相信很多人應該跟我一樣,在用錢包時都有發現一些小問題 有一些小BUG 在這些問題裡面最嚴重的就是它對於沒有指紋接觸的手機 非常的不友善 你每次登入都要輸入24個的英文助記詞 非常麻煩 那這是Pi官方目前預計會做修改的地方 另外也會讓電腦的節點更進行優化 避免節點失了太多電腦CPU 第三個是KYC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我當初因為找不到我的護照 所以沒有成功 真的是不太好 當初難得可以抽到KYC卻失敗了 唉 那沒有KYC代表什麼? 它代表說你不能出金啦 你所挖到的牌筆 就不能換成現實中我們真正的使用的貨幣 這樣我挖就沒有意義啦 但是按照尼古拉斯的說法 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成功的KYC的 甚至代表這兩個月呢 可能就會有更多元 而且更簡單的KYC方式出現 像是台灣可能就是拿身份證或健保卡 就可以KYC成功了 那這個實際的狀況呢 我們就看到最後尼古拉斯怎麼樣做安排吧 第四個是六月的DAFI全球精英大會開幕 這個精英大會是由Justin Wu所舉辦的 這個會議的參加者都是在虛擬貨幣圈裡面 右頭右臉的公司還有大人物 這知名的幾個公司像是CoinBest 或是UniScribit等等公司都會來參加 那這次是你將最大的致力於去中心化金融的會議 而這個會議的主辦者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Justin Wu 他同時也是Pi Network的產品營銷負責人 那他的資歷非常的豐富啊 關於他的資訊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對他有心的朋友可以點進去看看 那依照他之前幫各個虛擬貨幣拉攏這些高超手段來看呢 相信他可以透過這次的聚會為PiPi爭取到足夠利益的 第五個是開源代碼註冊 那PiPi的代碼目前已經放在JisHub上面了 這個JisHub是一個面向開發及私有軟件項目的一個托管平台 因為他只支持Jis作為唯一的版本庫存格式進行托管 所以就有取名叫JisHub 簡單來說JisHub是一個代碼的托管雲端服務網站 他幫助開發著存儲還有管理他們項目的代碼 並且他能夠追蹤進入並且控制用物對他的代碼進行修改 比特幣或是以太幣之類的開源代碼也都放在這裡了 那這個可以說是目前虛擬貨幣上限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PiPi也完成了這件事 那關於JisHub的連結我一樣放在影片下方說明裡面中 有心的朋友可以點進下方網址看看啦 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加密貨幣的大幅度下跌 那我個人認為這反而是PiPi最好的機會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從5月中開始到現在 比特幣的市值蒸發了將近5成 連帶全部的加密貨幣都受到了影響 那比特幣大幅度下跌的最大原因也是起因 就是因為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對又是他 我們常常提到他 他基於對環境的憂慮呢 擔心挖礦活動會增加使用化石燃料 因此終止接受消費者使用比特幣來購買 特斯拉旗下的車款 目前市面最大的群民的像是 比特幣或是比泰幣都是屬於工作證明加密貨幣 他們需要花費大量能量來取得工作證明 然而PiPi並不是使用工作證明類型的加密貨幣 當作創辦團隊在創辦PiPi的時候 就已經有設立一個硬條件 就是說絕對不要讓PiPi成為一個 要使用工作證明的加密貨幣 這代表他在能源消耗上幾乎是可以忽略的 在21世紀 強調節能、減碳和環保時代 PiPiPi在各個條件上是完全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 它方便、快速和環保 馬斯克今年2月初開始大力支持比特幣 結果發現比特幣的消耗能量太大了 不符合他們原本的環保理念需求 所以暫時放棄地用比特幣支持特斯拉作為支付的方式 因此也在尋找更加環保而且消耗能量小的加密貨幣 各位也都知道PiPiPi是透過手機挖礦取得 它是一個消耗能量非常小而且非常環保的加密貨幣 另外使用的人口基礎又足夠多 我想各位完全可以替代等到PiPiPi真正上市時 這實際上最會帶貨的馬斯克出來幫Pi站台 連狗幣這種垃圾幣都可以因為它的貼文而暴漲 何況是PiPiPi這種有基本面的虛擬貨幣 而從目前的種種跡象來看 PiPi完全是有機會取得它的青睞 到時候價格自然也就會水漲船高 總結來講 重點還是希望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挖礦期 挖一點、算一點 上一個時間你可能錯過了比特幣 這一個十年麻煩你不要再錯過PiPiPi OK? 好,那今天關於PiPiPi的資訊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希望有今天影片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PiPi 我們下次見 掰掰